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邱师傅 那最近就很多这个小龙虾出现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市场 变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单又方便的吃吃炒龙虾 在我手上这一只就是小青龙 那小青龙相对于其他的龙虾类 它是比较多肉吃的 那这里三只总共五百克 如果买回家煮的话四五十块就搞定了 好 这里我们先处理小青龙 处理方法很简单 这个是龙虾蛋 要都可以 不要也可以 然后我们把龙虾搅一搅 去我们留下一小段 上盘的时候就特别美 然后我们就把龙虾开边 这里我们剪了下去就接下去 贝壳那边再剪 OK 剪开一半就可以了 哇 看这个肉多新鲜 然后第二只 这我们清洗一下 好 膏不要洗掉啊 膏记得要留住 好 清理之后呢 我们就拍点粉下去 尤其是它那个膏的部位 拍点粉上去呢 等下我们炸龙虾的时候呢 它的膏就不容易脱了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龙虾放下去炸 好 这里我们炸了一下子 然后我们再升一升 我们再炸一炸啊 因为我们的小炉呢 它火不够大 所以我们需要炸两次 好 油再次升温呢 把龙虾放下去 这里我们炸一炸就可以了 不用完全炸到它熟 大概有八九成熟就OK了 好 可以洗了 好 这里我们给一汤匙的菜油开锅 给少许的黑胡椒粉 然后把黑胡椒爆香之后呢 我们就加入一百五十毫升的蛋奶 这里我们转为小火 把蛋奶煮浓 一茶匙的鱼精粉 少许的check up冰糖化 好 已经浓起来了 好像cream cream的感觉 我们就可以加入龙虾了 好 这里我们不断翻它 给它吸收那个奶油汁 这时候我们加入我们的mozarella cheese 50克 哇 真 好 可以吃 最后我们撒一点香草去 点缀一下 Stock morning 冰冷香 正经ина训 我いう人看了 熟命 花剂 不是那些猪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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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